膀胱癌案例 有开始有血尿 血尿是我们 色护腺跟 这个膀胱癌的一个 前期症状 所以当我发现血尿之后 我有开查的保险 我当然去检查了 报告一出来 他说你是膀胱癌第二期 但是呢 我也很笨 我竟然发现了 膀胱癌而没有回头去 想到原始点 开完刀 从开刀房出来 这个医生又泼了我一盆冷水 他说你是第二期 你看得到我都把你割掉了 你准备开第二次刀 那么我就跟 这个陈经理打个电话 我说我开刀完了 他说那这样子吧 张医师要到纽约演讲 你去听听吧 这是我第一次见张医师 张医师说你这个这样子 那我就问张医师说 我说 什么样叫好 张医师 他说你的体力越来越好的时候 你就好了 你的体力越来越好的时候 就代表你好了 那个时候 不是陈经理 就是Luna姐这两位帮我按推 我真的是很福气 连续十天早晚各一次 煮生水煮姜水给我喝 我是敢 点滴在心头 那么我回来以后 我太太开始帮我按推 持续大概有六个月的时间 前面的三个月 我进茶 茶不喝 咖啡不喝 冰冷的东西 我本来就不太喝 我的职业是 我是做寿司的 所以呢 我在来美国的这么多年 我不断的接触 都是冰冷的东西 之前我手脚是冰冷的 可是那个时候不懂 我太太帮我做完三个月 中间陈经理 Luna姐 只要我进三班师 我就去佛堂 他们两位中间 一定有一位亲自帮我做 他们来Sacremando 来看我也帮我做 这样子过了四个月 我回去的第一次检查 各位没有了 什么都没有 那么医生就觉得很奇怪 你大概转移了 赶快去照 赶快去照吧 这个报告出来以后 他没有 看不到 好吧 你回去吧 他也很讶异 为什么没有 我也没告诉他 我做了什么 他告诉我 你有运动吗 我说有 我一个礼拜至少四天 只要有太阳 我就出去走路 我在家整整休息了 一个月 然后另外的两个月 就是我去一去店里 我就回来 去一去店里 我就回来 就是我每天会出现一下 然后短短的时间 我就回家休息 三个月以后 我开始正常上班 一直到现在 我都是在这样工作的 然后我去第二次检查 也是没有 第三次检查 还是没有 第四次检查 已经超过一年了 还是没有 然后五次 六次 第七次没有 各位 到了2015年的 十二月一号 悬酿又回来了 我就想 哎呀 那是 就是个果吧 不理他 用我的身体来试试看 张医师不常常讲 用自己的心理试试看嘛 你就知道 到底是什么了 好还是不好嘛 我真的不理他 我就跟我太太说 我说 我最近好像感觉不对 好像老是觉得疲倦 这样子好不好 我们还是回复到 一个礼拜四五天 四五次按推 我把姜的浓度增加了一倍 把这个休息的时间增加了 把运动的时间也增加了 我就做了这些东西了 这个我拿我自己的身体来印证 到了2015年 张医师到 到什么时候来 我第二次见到张医师 张医师看到我 他说 你这几年的生活品质一定很好 就讲这句话 所以这一路下来 到今天 我满了五年 照着西医的讲法 我就免疫了 但是免疫 并不代表 不会再生 所以呢 还是要更小心 这五年的时间 我每天 都喝在喝姜水 我没有断过 包括我出远门 我都没有断过 所以这五年 我想 我还是会更加的注意 我会奉行 原始点 所有的一切 内外 内热源 外热源 我睡觉 这几年 都是暖床 包括夏天 我都是暖床 这个过程中间 最重要的 其实还是家人的陪伴 我们在 我们在一个过程中间 患者来的时候 经常只有一个人 很孤独 对不对 回去的时候 也不一定得到 家人的支持 有家人的支持的 患者 基本上 我相信 他的 他的这个 治愈的 治愈的程度 应该又快 而且又好